作曲 李宗盛 风光怎么会没延期 危难累 我会陪着你 话事如同造气 去到最尾会恶自非 在变化时候跟风势力 在决策时候只好势力 谁想讲关系 在先必须有一声处备 在最坏时候必须悲弃 在决策时候彼此都记 无非人生道理 在决策时彼此都记得 在决策时彼此都记得 还要做完手术 有椅子,坐 你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阿芳 这次总算是大捕囊 医生说以后看东西 可能比以前更蒙茶茶更多 不过不要紧了 其实这次我不用瞎,我已经偷笑了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阿卡,你怎么样? 对了,医生怎么说呢? 为什么之前都没听你说过 说有过这样的病? 也就是要治疑你了 因为你经常上来做个大龙鳳 所以我就… 阿卡,说正经吧 没有,医生说没事 那会否复发? 大家放心吧,医生跟我说 我现在还年轻 所以复发的机会不大 是,不过还要留院多一个星期做观察 真是搞笑 几天之内 我们家三个人住了进来医院 难找阿河 一会儿就上十二楼 接着又上十七楼 一会儿就上三楼,深切治疗布 我再多多一会儿有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遇到个人都不要有事 是,我是金泰祖的儿子 但是顶部有点我不知道,不清楚 不要问我,是这样,拜拜 什么事? 八卦杂志的人打电话来问料 他问我们交好月圆 是不是大妻婆争家产 搞得要打官司 金先生来了 金先生,先生,先生 你是不是已经被决定了 跟金泰离婚了 拜托,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金先生,你这次要约金泰出来见面 其实是否要说货 对,对,听闻 你这次会上法庭打官司 会不会有这种事呢? 是,发表一下 是这样的事 两个人相处不了,却议离婚 至于会不会打官司 我想要看看双方谈得如何 不过我个人的预言 当然希望亭外和解 我听说金太和她的前夫 又回来,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呢? 我想这个问题,你问他好一点吧 我还听说 你对眼睛的视望脱落 和金太和前夫有关 其实是否真的? 还听说 想着和你前妻 忠识何女士伏合和 是不是真的? 是,打给我说一句 是,说一句吧 不好意思 我的眼睛动员手术闪得很舒服 不要再闪了… 不要再闪了… 不行了… 阿祖,你约我出来 如果打算劝我和平分手 签止离婚的 你省点,我不会答应的 那我就单方面去法庭申请离婚 最多等两年 至于饼铺怎么分配 两年之后等法庭的裁决 不错了 但是我有个条件 这两年我要做饼铺的总经理 阿公做我私人再来 至于我那群被你炒好的员工 要立刻服职 我也有个条件 阿袁继续留在饼铺做总经理 和你平起平坐 卡森在服完之后 也会出饼铺坐镇 他们两弟一起拍照 大家均均均均均 你看着我,我也会看着你 大家都不要打算可以吃到对方那份 我和律师商量过了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样做 我就会向法庭申请个托管人 暂时托管家好月月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大家要均均均均均 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还有,阿袁以后都不会认你做妈妈 所以她和家美的婚事 以后都不用你插手 好,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 女人的心理真的很奇怪 但我有心理准备 这个男人九成九不再属于自己 直到他和我说离婚 我就更加肯定 我心真的很酸 好姐,你别说我这么洩气的事 你是个偶像 我真的不想见到偶像 那些这么洩气的说话 我是你偶像 我刚刚才被人抛弃而已 你是个偶像 你一个女人被男人抛弃 然后靠着自己的双手 解决这么多困难 让女儿这么大,还做大医生 这份生意就弄得这么有声有声 相信我,你不能成为失败 是,你的嘴巴真的哄得我很开心 那洪姐以后叫你有事帮忙 你也要帮忙了 到完吧 是 嘉美,其实今天约你来 主要是想谈谈你和阿元的婚事 管家仔,阿月和阿兴一起过来 一起谈谈 嘉美,你不要乖乖乖 几天吹吵 我知道你之前和我们家有点误会 不过我和阿祖不计较 只要你入门之后乖乖 快和阿祖生乖乖,和我生乖乖 是,我们个个都疼你了 那老太,嘉美比女儿大了 她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小女儿了 是… 嘉美,你昨天不是说 不应该这么顶做河妈吗? 不如请个机会 向河妈说对不起吧 河妈,抱歉 大家自己人不用说这些事 你进来我的房子,我有些事跟你说 好 嘉美,坐吧 你不要怪河妈直肠直肚 不过有几个问题,我真的要问清楚 你和阿元由相识到现在决定结婚 不过是短短三个月而已 而且你又刚刚和阿卡分手 会不会是因为不开心 一时冲动 就做出一个这么闯绝的决定呢? 我和阿元是真心相爱的 是不是因为有了BB? 当然不是 对了,无论有没有BB 我也是这么喜欢阿元 但是之前阿元和你 都没有想过要的BB 是不是因为阿红要挟阿元 又怂恿你 所以你们两个没办法就决定结婚呢? 河妈,你相信我们吧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阻止我们在一起 我没权这么做 我只是想提醒你 婚姻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突然决定这样嫁给阿元 是不值得的 河妈,你相信我们吧 我们真的不是一时冲动的 有你这句话,我放心吧 我买了一条颈件送给你的 我拿给你看 大家喜不喜欢? 河妈祝你们白头道老 永杰同心 谢谢 姐姐,我帮你带她去试一下 真是的 你以后再玩猜猜的亲人妹 就要多加个人 我媳妇 多加个媳妇 帕子婆 你差不多才教训你 这件事,来吧… 来… 来… 預備了 来,先来 杀姨 静佬婆 周伯 父心佬 阿姨 静佬女 中仔 文文 阿美 静佬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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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阿姨,親切点 阿姨? 新童仔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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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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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甚麼 你還說我這個臭小子 你還說我隨時可以捕捉你的臭小子 媽媽 這是個街頭 你稍後發個帳號碼給我 我按機過五萬元給你 但我警告你是最後一次 如果你再來煩我, 我真的要報警 一言為定 稍後發不進去 梳家 怎麼回事 梳心 梳敬 梳攝霧 梳敬 勒哥仔昨天看著我們很開心 看著我好地照顧你 那我們一起看著他看 別看著他的學外 魚掃鈔 管家仔, 為什麼你會上來? 我聽你的同事說你經常上來 為什麼這麼緊張看著Bill? 正在手術要做嗎? 我昨天偷偷地上了自信的網 看了他的日記 他說他今早會11點 在倫敦一間教堂和榮林結婚 倫敦的11點, 即是香港的6點 即是說還有10秒 他就會正式成為夫妻 不如我們一起幫忙倒數吧 4、3、2、1 我們倆一起祝福自信和榮林 永遠幸福快樂 乾杯… 怎麼樣?還沒放下那段感情嗎? 放下了 我還沒放下了 不過我有一個決定 就是在未來七年內 我不會再認識男生 不會再拍拖 我一於掉了心水等自信 離婚 你這人都挺反覆的 一時又說祝福別人 一時又沒人離婚 那數字怎麼算? 為什麼不是六年又不是八年? 你沒聽過嗎?七年之養嘛 夫妻七年之後就會厭了, 不是嗎? 說回正經吧, 你是不是還生自信? 每天都不同 我幾天前一直爭到他死了 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不會祝福他們的 一句解釋也沒有 連一句道別的話也沒有 你不覺得他這樣很耐弱嗎? 很不負責任嗎?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被人遺棄 直到前幾天 我才覺得仍然不應該怪他 因為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瞞著我 他有女朋友 是我自己拿來的 我怪他做什麼? 怪那個人應該是我自己才對 我在這裡做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做什麼 我要,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為什麼我不花這些時間 去關心一下病人呢? 我做這些事幹什麼? 想起這些事幹什麼呢? 有用嗎?都沒有好處 有用的 不是吧, 你起碼不會像以前那樣逃避 我怕他, 我很想著自信 你聽我說 從今天開始 你每天都要教功課 每天把不開心的事都寫出來 你, 你是醫生, 你應該知道的 什麼病都不會立刻康復 要慢慢來的 那我當你是醫生的了 我每天都會寫一個病歷表 當功夫交給你了 好, 好了, 不要哭了 好 不要哭了, 來 我每天都會寫一個病歷表 本家仔, 用不著說這些事來傷害我 畢竟是你兒獎 那你是離譜嘛 你看看你, 做出來的餅沒過賣的 不是只要, 只是碟餅 你們在幹什麼? 何媽, 我也不知道怎麼教兒獎 一點都不專心 經常說行… 現在做出來一個都不行 那豈不是當我天分有問題 也不用說這些事來傷害我吧 你不是天分有問題 你是根本沒有放心下去 我幹嘛放心下去 其枝餅、雞仔餅、光叔餅 這麼辛苦, 怎麼得世間財, 恩賜 行…我去幫忙 姜蕾, 怎麼這麼好回來探望媽媽 我來拿點東西 對了…婆婆出了街 你這麼久沒上去, 姐姐 我跟你一起上去吃飯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你和阿元到完蜜月回來這麼久 一天都沒上去吃飯 阿元出去了公幹就沒得說 你公公和姐姐, 他們說很想念你 大哥, 我上去吃不下飯 你不覺得那個人很低B嗎? 是, 全世界都低B 只有你一個高B 不是嗎?你有沒有去過其他人家看過 你有沒有看到人幾十歲 還在搶著什麼親人妹 什麼淨老婆, 什麼糟糕, 負心浪 現在投家溫馨有罪嗎? 你不喜歡猜就別猜 對了, Celena 怎麼了? 我打算一會兒上去吃飯的時候 跟韓媽媽說我不混了 兩萬元一個月 我們那幾百萬, 拆不了過小 爸爸… 怎麼樣? 如果你在韓媽媽的店舖做得不開心 不如過來加好月圓吧 我跟紅姐說應該… 你想也別想想 我們旺角的店好像有個店長的位空缺 四萬元一個月 四… 多多錢你也不可以去 五萬元也應該能費得到 如果我跟紅姐說的話應該可以 不…不, 五萬元真的有得想 嘉美, 你是不是想氣死姐姐? 說回來, 你遲些也要把紅姐的家 多多錢我都不會去那隻狐狸精 誰會告訴你有錢? 紅姐說得很正確 我又要上班, 又要加班, 阿元又經常出旅程 你不過來, 誰會照顧我呢? 姐姐, 我遲些可能要周不時去嘉美道 你知道她現在健討, 工作又這麼忙 需要有個人照顧的嘛 是呀, 韓媽媽 我也決定不了了, 明天不回店了 今天做四號 一場親戚, 沒計較 這四天的薪金就當代通司針, 好嗎? 欣慈, 管家仔說你幾句 你何必搞得這麼不開心? 在外面找工作不是那麼容易的 找到了, 家好月圓, 王國分舖店長 月薪五萬元 做個店長也有五萬元? 阿祖, 你請欣慈嗎? 我什麼時候請她?請她把鬼? 是呀, 紅姐透過嘉美挖我過去的 怎麼了?一個月看著我 不關我的事, 是管家仔一手造成的 如果管家仔早就欺負我幾句 就不會闖出這個禍 因慈, 你覺得你不打我們公仔 去跟阿熊對我們來說是個禍嗎? 阿祖, 將來跟紅衣分身間的事 記住千萬不要要王國那間分舖 當然, 這裡有這樣的精英 還不留給阿熊嗎? 我終於知道 為何嘉美不喜歡回來吃飯了 打你的功讓你們傷罪惡說 加不上了, 照樣傷罪惡人也有 是呀, 恩賜, 我們習慣了就這樣 阿祖經常都是這樣開玩笑 不要被人分化了 傻了, 傻了 幹什麼? 慢慢吃吧 阿姐, 阿莎 你不用說對不起阿姐 因慈喜歡跟阿熊的就由她去跟 嘉美不喜歡上來吃飯, 也無所謂 我們別說這些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十月八日, 晴天 管家仔, 我又要交功課給你了 今天成績一般而已 真的, 本來我沒想到她了 誰知偶然間走過嬰兒房 看到寶寶又想起我和志信很多東西 心情又低落了 不過不要緊 正如你所說, 有病不會突然痊癒 我都會發生的 好, 我給今天五十分吧 緊緊合格吧 十月九日, 陰天 管家仔, 我又交功課了 我今天超級高 我今天很忙, 經常沒想起自信的事 我給自己一百分 十月十日, 雨天 管家仔, 我今天不合格了 我今天走過自信的房門口 看見那個姐姐把她的寶寶照片 逐漲逐漲撕下來 我覺得好像 有人把我和志信的回憶 逐漲逐漲撕走 我很捨不得 我覺得很傷心, 很難過 十月十一日, 晴天 管家仔, 我今天很無聊 我想起自信 忽然很想畫出她的樣子 但是我竟然不能畫出她的樣子 我想我總有一天可以忘記她 我給自己七十分 回來了? 是 我拿燕窩過去給阿嘉美 你自己吃飯 不用了, 在熊姐吃飽飯 你去那個女人那裡嗎? 今天第一天上班 下班的時候遇到熊姐 為了這麼客氣 叫我上去她吃飯 剛才吃飯的時候 阿熊有沒有問你什麼? 有, 你知道 最近尾素秋不是經常到熊媽家吃飯 她問我和阿嘉美 管家仔是否喜歡做尾素秋 我都說那個女人沒那麼好死 那你怎麼回答她? 照樣說有, 幹嘛? 你不覺得管家仔跟我們說話 跟尾素秋說話的態度確實不同 你的死人聲就真的不同了 確實… 你嘗嘗那個死人不給你五萬元一個月 看看你有沒有這麼確實 不只是我沒有 剛才阿嘉美說話的態度比我更確實 不凌謝駱禮, 我先洗澡 阿嘉美, 你幹嘛和阿欣茨一起說 管家仔喜歡的尾素秋? 那熊姐問到嘛, 你想我怎麼回答? 說不是, 她又不會相信 她說什麼不知道又不清楚 回答得很沒性格 那你哪一眼看到管家仔和阿欣素秋有腦 那你又哪一眼看到他們沒腦 你兒子也生了一個 快要生了第二個了 老好想都還沒生了 哪有人做老婆 會站在老公的敵人那邊 我這麼想你在那裡吵什麼? 人家熊枝被你推到扶手電梯也沒有追究 還有人家被你蓋了三巴 有沒有蓋你? 人家每次見到你, 你不知多客氣 又對著你還沒笑 阿元這麼好 人家不知道你的肚子 不是他經手才會娶你 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真的喜歡過阿元 誰說我沒有喜歡他 但我喜歡他也不代表他做事 不代表我認同他做事的方法 更加不代表我要崇拜他 那誰最值得你崇拜? 那隻狐狸精嗎? 當然 我覺得紅姐很帥、很魅力 一個小女兒帶著一個小女兒 熬到今時今日 只是你沒去過店舖 她的員工每個人一聽到 紅姐的曲曲曲的高跟鞋的聲音 就會摔下頭 還有上次在會議室 其實那個四眼龜帶著管家 幾個大男人欺負他一個女人 紅姐走出會議室的時候 還是臉不改容, 帶著微笑 我覺得這樣很帥 家美, 阿元才是你老公 她的事才是你的 那隻狐狸精跟你無縫無縫 你貼上去有得分嗎? 紅姐說好分家之後 會比20%外發展 她說你又相信? 我不知道我跟著紅姐的將來會是怎樣 我只知道我不會甘心跟著那四眼龜 和那個道理天后做他們的媳婦 跟著他們什麼都猜到 一定會三餐不用休 吃飽飯了 就猜猜什麼親人會 玩什麼猛鬼街, 這樣就好了 但是那個女人的東西 全部都是搶回來的 她現在搶你的嗎? 我沒說她搶, 但是… 你拿了燕窩來吧? 馬上進廚房拿個碗筆給我吃吧 叫我這麼急, 又想怎麼樣? 你不是回到普通樓去嗎? 是呀,不過現在剛才回來了 那邊唐人街原來有香港的八卦雜誌文 那又怎麼樣? 裡面有一個人物關係表有你份的 葡萄牙華裔索女 下嫁加好月圓四公子 據知情人士透露 那個女子已有兩個月新人 兩人奉旨成婚 我家事又關你什麼事? 兩個月前我和你上場 現在你有兩個月新紀 你別胡說話,我和你老公 我隨時可以告你妻碰 你怎麼知道不是我? 我要你和我去檢驗DNA 媽…起來… 嘉美,你怎麼來了?你找她幹什麼? 我決定了明早就去錄出寶寶 為什麼?你又搞什麼? 你怎麼搞的? 那個Jimmy,他獲得我三百萬 他說我不答應的話 就讓我去檢驗什麼DNA 你死口不認就行了 你死也不去檢驗就行了 不是,他說是元一回來 他就把事情爆發出來 這樣…我當買那隻臭小子怕 我拿三十萬出來給他 當是送瘟神 沒用的,他會吃過蜂蜜味 就算給三百萬,他也沒用 他會一輩子纏著我,我無法脫身 那現在怎麼辦呢? 沒有了,我們現在只剩一條路 可以走的 明早一早我就去放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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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就把錢塞給他 我寶寶又沒了,他就無法威脅 但是你無緣無故失去胎兒 你怎麼跟阿源交代? 行了,他回來 我跟他說在街上滑一滑 然後有個寶寶去醫院就沒心跳 那就行了,沒人會不信,沒人會查 好吧… 正如你所說,都沒路走,還可以怎樣 看來這頓是我請的 行了,你整個星期的成績分數相當不錯 挺帥的,平均分也有六十分 合格口語 不是的,管家仔 今天這頓應該是我請的 今天你還沒算的分數 算了今天,我會變成不合格了 為什麼?為什麼今天這麼低分? 我今天經過我小時候住過一層樓 我想了很多事情 我想了爸爸走的那天的情景 我那時候很小而已 照他這麼久之前的事 我的印象應該很模糊 但是我就連爸爸 拿走那部電視機是什麼牌子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種被人遺棄的感覺真的很慘 那天在機場看著阿信入閘 被人遺棄的感覺又回來了 那種感覺很像跟阿信一樣 一時會很討厭他 但一時會很想念他,很想見到他 好,我今天就給你四十五分吧 算了之前的六天加起來 就是三百六十分 再加四十五分就看看 除了,也有五十八分,也是合格的 是嗎? 你這個醫生真的很有愛心 廣家仔,待會找他 千萬不要掉我的定力出來 否則被人知道我這麼低,誰是醫生 沒人來我醫院看病 你放心吧,這些是病人詩人 等什麼時候你拿到一百分的時候 我都是整份病理給你 當作留念,不過現在還沒得住 謝謝你,廣家仔醫生 我做回病店收拾了手尾 要不要載你回深水灣? 不用了,也不順路,我自己乘的士 記住明天十二點之前 發一份病歷卡過來吧? 行了,醫生,再見 再見 廣家仔,臉又強? 我媽叫你追求心女人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阿紅都告訴我 我媽派你來搞我的女兒 追到她上場就拋棄她,是嗎? 你說什麼?你放手 我被影子鬆臭玩 我不跟你吵,你不要走開 搞我的女兒… 廣家仔 別走… 廣家仔,你有沒有事? 你流血,有沒有頭暈?我帶你去醫院 沒有…沒頭暈,止了血,沒事的 那我打電話報警吧 不要報警,我都走了,任由她 為什麼不報警?那個人是誰? 怎麼無緣無故打你? 沒有,就是那些導遊 剛才問我正五百元,我不給 就發破了 是不是真的不用去醫院? 不用,我現在沒事,可以走了 好,那我送你回家吧 好 家美,你又中了去哪裡? 你剛下了個胎仔在家裡休息幾天 行了,我自己有分數,我都說沒事了 那Jimmy的賤精獎有沒有找你? 沒有了,我告訴他,我已經下了個嬰兒 他有沒有事可以要脅我 我就塞了幾萬元給他 叫他以後不要煩我 那袁過幾天就回家了 你想要怎麼跟他說了沒有? 行了,行了,我會搞定了 好,再見 好,再見 家美 姑奶奶 馮公煮了花膠湯給你 臨到出門口,他說要煮多半小時 急得我什麼樣,我怕你會等 不要緊,謝謝 怎麼樣?有什麼事要找我談? 沒有,很久沒見你了,想見一下你 那個是阿袁也是的 你們結婚有多久?他經常飛來飛去 我沒怪他,大陸回店多忙,忙是正常的 放了他明天晚上也回家了 是呀,婆婆,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 我真的趕時間 沒有,金老太太早來店找我 他說你們相處得不太好 他說你態度不好 沒有,老人家是這樣的,很沉悶的 不過他只是為你好 坦白說,你現在粗身大小 真是不應該到處去 他說聽到你說的電話 約了人去打哥爾夫球嗎? 婆婆,醫生說的 適當的運動是對寶寶有益的 運動對胎兒有沒有益,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繼續用這種態度 對老人家,就肯定對頭家沒有益 立朗,你現在的名字不僅是盧家美 現在是金盧家美 頭家不僅是Joba和金盧太太他們 也是你的 奶奶,我真的很趕時間 不如我下次慢慢跟你再談,好嗎? 好,就這樣,再見 你真的去打哥爾夫球? 奶奶,你相信醫生說吧 適量的運動真的對寶寶有益 你…你等一會兒吧 家美,這鍋湯,公公熬了一整天 一番心事,你既然這麼趕 你拿過去吧,來 奶奶,你哪裡見到人打哥爾夫 拿了湯湯呢? 家美,你尊重老人家吧 你進去吧 我家裡有大碼 家美 家美,你沒事? 你沒事 小姐,你沒事吧? 家美,家美,你沒事吧? 有沒有遮疹過胎兒? 不如去醫院驗一下吧 我沒事,不用了 聽奶奶說吧 還是穩固點去驗一下就好一點 你這麼煩,我還是沒事了 家美 家美,回來了 家美,怎麼樣?大陸分點的事 搞得怎麼樣? 搞定了,我答應你 嬰兒出了小孩之後 我就不去飛,只是陪著你 幹甚麼?回來了,還不開心嗎? 我們的嬰兒沒了 沒了?怎麼會沒了? 我那天在餐廳下跌倒 醫生說我遷了胎兒 我不是打回來叫我真的去的嗎? 姐姐,我沒有到處去 那天阿奶奶,她一定要約我出去 跟我說什麼道理,教我做人的媳婦 我已經坐在這裡聽她說了一小時 我說很累,我要走 但她又不讓,是要拉拉扯扯 結果就搞得我掉到地上 那個寶寶沒有了 你怎麼會這樣? 總之我以後不想再看見她 我不想聽到她的聲音 加美,我一代河媽跟你說對不起 我們還年輕,沒有一胎 還有第二胎,第三胎 我剛剛還在想如何佈置這間寶寶房 我很捨不得寶寶,你明白嗎? 我不開心了,沒事的,我在這裡 你說得對,我們還年輕嘛 加美,可否答應我一件事? 我們失去寶寶的事,暫時不跟別人說 你知道是老人家的了 如果讓河媽知道是她害得你失去寶寶 她一輩子都不開心,一輩子都內疚 她是老人家的,別說了 餓不餓?煮個麵給你吃吧 虹姐 剛才我剛剛在外面聽到… 你沒了胎兒嗎?是不是河媽弄得你沒了? 你什麼都聽到了 我都叫你不要黏在那邊 幫洪姐吹一口氣 胎兒,兒子了,沒吃光了 阿姨,你倆伯母怎麼這麼晚才到 一個個都在這裡等你 還有,今天你河媽和你公公 親自做了很多菜 很適合加美和阿慶這兩個大妻子吃 最重要是那鍋魚湯,熬了很久 很適合大妻子喝,待會再喝一口 快扶加美坐下 小心,我看這道地毯煎鍋 媽媽 小心,小心 坐… 慢慢… 阿祖,你何必這麼緊張 阿姨,現在時代不同的 你說這麼多話,待會別人說你老套了 媽,你知道大到可靈性不然發怒 那些事你別忘了,一心吧 河媽 祖寶,媽媽 阿姨,我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想跟大家說 嘉美的胎沒了 怎麼會沒了? 怎麼會這樣? 上星期你看醫生 醫生都說你懷得很好 什麼原因? 鬼嗎?戴著肚子還去打哥爾夫球 我已經說了 媽媽,不關嘉美的事 醫生說頭兩個月會很不穩定 還有小產有很多原因 嘉美,會不會是那天 在餐廳上燉了燉,這樣就失去胎兒呢? 嘉美在餐廳燉了燉了燉嗎? 那天我約嘉美有些事談 他趕時間走,我就拉著他 他帶你拚開我 就撞到小子裡,自己滾到地上燉了 何媽,哪關你事?我不是說了嗎? 醫生說小產有很多原因 是呀,姐姐 你把自己的刀子拉上燉了 躺一躺就失去胎兒了 哪有這麼化學的 我懷著嘉美時 在葡萄牙九插了腳 滾到樓梯,什麼事都沒有 阿元,我還是沒胃口吃 我先去陪大家吃吧 嘉美,幹什麼?不是說好了嗎? 阿元,我知道你很好 我沒有,但我真的做不到 我覺得我們這樣說謊 我對不起我們的寶寶 你們說什麼?什麼對不起寶寶? 你坦白說,是不是我令你失去胎兒? 是呀,醫生說 因為我曾經跌倒,所以失去寶寶 我有所以來 只在餐廳下跌倒過一次 嘉美,失去寶寶,大家都不想 我也很不開心 等一下過去了,別再提了,好嗎? 你以為我想說嗎? 你只想著你這個河媽的感受 有沒有想過我? 是我失去寶寶,我才是受害者 嘉美,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我沒有心 但的確是我令你失去寶寶 河媽跟你說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有什麼用? 我寶寶,我寶寶已經失去了 你經常覺得你自己是一個人男 你說得來什麼?全世界都聽你說 你說多久,人家就聽了多久 我不聽嗎?你要拉手拉腳 弄得我失去了寶寶 現在是不是很開心? 嘉美,你怎麼這麼說何媽呢? 都說明是意外,意外嘛 就是了,算了…很多事是要整定的 嘉美,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真是對不起你,別這麼難過 你還年輕… 年輕又如何? 這次小賊醫生說對我身體造成很大傷害 我可能一天都不會再有寶寶 嘉美,何媽沒心,她跟你說對不起 說對不起?你給我寶寶吧 我跟你說十聲對不起 何媽,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是苦科專家說的 適當的運動對寶寶和媽媽都有幫助 為什麼你不聽? 不想讓我喝這什麼花膠湯 嘉美,別再說了,我先上去法律 阿玉,你隨便她說吧 她的心不舒服,她說出來好一點 你…這小賊醫生,以為自己說得對 個個都沒道理 只得你一個人有道理 你喜歡罵誰是甚麼? 你經常戴上廣告之後 都不會這樣罵人家 就是你這麼萌生 這次以為是今不管其他人的教授 教我沒有了小賊,還有阿玉沒有了兒子 阿玉,有了… 阿玉,有了兒子,有了兒子 有了兒子,有了兒子 我就是因為你當小賊 那時候沒有好好地殺你 搞得你現在這樣 媽,嘉美不要胎夫會這樣 你別怪他 你放手,我只是替你嫁老婆 你差點做了我們為兒老闆 媽… 媽媽,你沒事的 你把阿玉拿走,你把阿玉拿走 現在還送你把阿玉拿走 死媽媽,我根本是為阿玉,是阿Jimmy 誰是你做的人,他自己的營酒已經落歸了 這樣就不是因為在餐廳等一等 找一隻鬼事嗎?你死了… 你死了嗎…你死了嗎?你死了嗎?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跟你說 不是… 阿玉,你說清楚吧 她的肚子真的不是阿賢嗎? 真的不是阿姐 是我自私,我聽她插 我加上她來騙你一點 你什麼事? 媽媽,別打,別打得這麼勢力 你打力一點 她是紅色妖精,你還說她有型? 你死了… 神經病 我弄出你做壞老闆 你死了,神經病 你死了 神經病 神經病,神經病 神經病,神經病 宗仔,你千萬不要說謊話 我一句也不要說 阿嬸就因為他馬上說謊話 搞得那個人這麼謊話 神經病 神經病 阿姐,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幫幫我,幫我交好的女兒 阿姐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